哎 社长 这个人为什么会被招进来 怎么了 一个化学系的 毫无法律基础 就这样的人也能进我们辩论社啊 徐副社长 你不知道 外面一直给我们提意见 说辩论社招人太集中了 都在法学院 辩论社是个大社 还常拿奖 学校也给过建议 希望我们放眼全校去招新人 给其他社团做个表率 可是你知道这样的人尽量有什么用呢 他什么都干不了啊 不会啊 他有摄影特长 你看看 起码以后出去比赛 摄影师不用外接了 不然每次去摄影协会接人 你试试 你呢 何副社长 你一向是最严谨的 你应该不会同意 你把这种没有用的人招进来吧 我认为 一个社团想要发展 不能局限在异于之地 并不是法学系就一定适合参加辩论社 那么同理 并不是化学系 就不适合参加辩论社 所以 你 我没意见 卉轩 我真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寻思舞弊 把女朋友招进辩论社 什么 你的女朋友 赵莫生 第一 她是许社长招进辩论社 我只是投了赞同票而已 第二 她不是我的女朋友 没有调查清楚真相就横加之责 我想你已经违背了一个法律人的基本准则 你们两个等会儿 你们两个等会儿 你觉不觉得这个师姐有点问题 她干嘛把我们两个单独留在这儿 不知道啊 不过好像她刚才只教了我没有教你 真的 真的 不过还是算了 我还是陪着你吧 这个师姐在我们心特别有名 有名 特别的 灭绝事态 拉手催化 我知道你来的目的 所以想和你谈谈 目的 合以称是吗 师姐 不管你为了什么目的而来 我都要告诉你 辩论社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地方 我知道你喜欢我们社团的合以称 但是 但是请你认真地对待我们的社团 看着这些奖状都是几代学生积累下来的 从九八年成立到现在 法学院第一社团 提示学校最看重的社团 所以 我不希望这里成为你们一年级女生追男生的场所 明白了吗 嗯 师姐 我明白了 至于 追合以称师兄的事情我会好好放在社外进行的 你 你 你到底有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听懂了呀 师姐让我公私分明 所以我一定会好好在社内做事 社外追人的 你在干什么 啊 那个啊 我们听说这个许副社长在 教导新人 对对对 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个不错啊 我们是这个优良传统 是要跟新人看到一下的 不过你又听说过不能 谈情说爱吧 是啊 都什么年代了 还来这一套 啊 好好 那你们继续教导啊 我们先撤了 不过许也 公私分明首先要以身作德 当然 走 这个 看来这姑娘是吃不着你的糖醋排骨 开始暴饮暴食了 而且 好像还感冒了 对了啊 我可听说了 在咱们法学院可都传遍了 这姑娘在辩论室冲着虚颖宣言 说要在社内好好做事 社外好好追人 作为此次事件的男主角 何同学 你做何感想呢 别这么无聊行吗 你不知道 我只要一想到当时许颖会是什么表情 我就想笑 师兄 在在在 干吗呀 那个 那个 师兄能不能帮我开一下 这是二十盒盒饭 我先送一趟过去马上就要来拿的 帮我看一下行吗 你这送哪儿去呀 你们法学院大楼呀 你这是想走迂回路线是吧 先讨好那些师兄师姐 然后再追我们法学院第一才子 绝对不是的 绝对不是的 绝对没有的 你才 让说 你以臣师兄能又去送合饭就追到的话 我早就给大家送了 我那个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得先走了 那那那你慢点啊 那个一定帮我看一下 然后我马上就回来 一定要帮我看一下等我回来 我先走了 这也估计是送到你们辩论社的吧 这也估计是送到你们辩论社的吧 你看看人家姑娘多辛苦 生病了还不休息 你也不帮帮人家 这是她的工作 我新人的时候不也这么过来的吗 你可别逗了 你新人的时候 社 社长都把你当宝贝 谁敢这样用你啊 而且呀 恐怕辩论社里敢这么折磨新人哪 也就适应了 果然只能节哀顺变 许臣就能喜欢喝一春吧 不然这么多新人 干嘛只盯着我呀 姐 姐 给她 诶 赵博生 这么久了怎么还没报好呀 这个 很难吗 他们早上的那个用错了 所以我就重新去弄了一份 合同学怎么来了 真是少见 何以琛 你不是周末都要去律所实习的吗 今天有事没去 所以就过来看看 我们看一下哪家的辩论吧 好 原来她在事务所实习 在辩论社里真的很忙 可是偶尔能看见她 听到别人谈论她 就觉得好开心 她看到我这么认真 会不会有一点感动呢 今天还给我送了药 真是琢磨不透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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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